好我们回家上节课内容啊 上节课讲什么来着 上节课讲的是这个文本 文本用英文怎么说呢 就是text 就是文本 文本相关的都是text中华线 什么东西是吧 和字体相关的呢 都是font中华线 这个size啊 weight啊这些东西 那么text的都有什么呢 text indent 文本的首行缩进 首行缩进是几个EM的 一般两个EM 说我不两个EM 那这跟巨尘有什么关系 说这个indent是巨尘 那其实那块就形成一个巨尘的感觉 是吧 从从我的我的眼睛啊 始终如果在左边的话 哎就他这这个没有 有有有的时候 如果有的话就能知道 哪个是新的一段 哪个是新的一段 是吧 左对旗而右对旗 decoration下滑线 中华线 啊这这这个是下滑线 上滑线和中华线 以及blink blinking 他是没有这个这个效果的 现在 lighter space 字符的间距 word spacing 是单词的间距 是吧 单词的间距 和这个texalan的这个 这个里面 就是这texalan里面 其实有一个justify 就是两端对旗 当两端对旗的时候 调整的是谁 是lighter spacing 还是word spacing呢 应该是word spacing 是吧 这是大小鞋的改变啊 这是空格 什么时候这个 在这比如说现在这个 你看这个这个中华线 前面后边可以不连着 他就是不连着 如果我要想让他连着 就把它设置他的widespace属性 是吧 widespace属性 是默认的方式来写出来 什么叫默认的方式 就没有什么修饰 没有什么修饰 就上来之后 有一个字体的设定 然后有h1 然后剩下就是 直接直接写了 如果说我想给他修饰修饰 那应该怎么样呢 怎么样修饰 首先就是 有一些属性来进行设置 是吧 有些属性进行设置 那么这个检查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那么它呢 是一个 有两种类型的东西 一类是最大的 是吧 它是一个标题 还有一类是普通段落 但是普通段落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在落款 是吧 落款 所以这个应该分成两行 然后右下角对齐 其他的东西呢 应该是首行缩进两字符 这个呢应该是居中对齐 至少先把这些给做出来了 这都是最起码的 我说呀 h1 所有的h1要怎么样呢 text align 是center 居中对齐 所有的段落呢 应该是text int 是 呃 两个em 最后两段呢 最后两段呢 应该是 有这么一个 呃 align 是 right 这样 先看一下效果吧 居中对齐了 守行缩进了 然后呢 他这两个并没有这个 最后的靠右对齐 是吧 那为什么没靠右对齐呢 这个屁 他里面是last吗 有这样的尾类可以写吗 不可以是吧 好像不是不是 这个尾类不是这么写的 于是我应该给他一个class吧 应该叫什么呢 落款 落款 然后呢 给他 这个 class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是吧 然后当然这个如果分成两行的话 也可以 把这个 Ctrl C Ctrl V C Ctrl V 这样一个过程 把它分成两行 也可以 是吧 也可以 那么刷新一下呢 卡就这样 是吧 这这这这就翻了片了 就翻了片了 那么如果说我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他这个所有的P元素啊 稍微紧凑一点 而且顶端的检查两个字呢 更醒目一点 现在这这两个字应该是两个M 是吧 两个M 我认为他应该是在原来基础上是三点三个M 防塞三个M 保存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嗯 这些段落之间的是margin margin 是多少呢 margin top 现在是现在是多少 margin top是一个M 是吧 那我变成0.5个M 0.5M 然后margin bottom 是吧 也是0.5M bottom 也是0.5M 这个时候刷新一下呢 好 这个检查两个字 那检查他应该 我认为他应该再上 靠上一点 H1的这个 H1的margin top 也要改一下 H1的margin top 是多少呢 是 0.5M 0.3个M 说是0.3 写上0.2 是吧 这个基本放在一个里面就写下了 是吧 但是我就希望他左右啊 能够流天流地 是吧 流天流地 就是这边 这边有一些 这边有一些 那那那哪个元素呢 应该是他的更大范围的body容器 应该是margin right 是 现在是八项座 那现在我希望是10%左右 然后呢 margin left呢 也是10%左右 保存一下 来刷一刷 来刷一刷 好 这块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说想让这个段落和这个段落之间 他再来多加一些间距 怎么办呢 这块我希望还稍微往上一点 那么这块向上是由谁决定的 我看一下检查元素 他们之间肯定是 呃 vertecal的坍塌了 对吧 h1 h1的margin top改了 margin button没有改 margin button 变成0点 0.5个眼 哎 不合适是吧 我等于把那个替换了 哎 这样他基本上是可以的 可以的 然后 这块 就为什么会有一些字大 有一些字小 为什么他和他之间的距离 是这个距离 而他和他的之间的距离是这个距离 啊 为什么 为什么最底下这个部分落款要靠右对齐 这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首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 是什么样的文档呢 它是有有一个标题的 有一个标题呢 那么那么那么就首先要把这个所谓的标题要明确 为了突出 我知道这两个字在整篇文档当中 它是最重要的两个字 所以呢 就要把它变得最大 那我知道它是最重要 那读者知不知道它是最重要的 读者不知道 怎么样让读者才能知道它是最重要的 就要让它非常非常之大 非常非常之大之后 读者就看到啊 这个东西字体很大 于是他是不是在整个篇文档里更重要一些 用这种方式在语义之外去把文字之间的结构告诉 读者 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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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样体现 他们都是一段一段的并列的关系呢 我知道他们是并列的 怎么样我体现出来这个并列关系 那么其实这块就用这种相同的守航缩近的方式 守航缩近的方式 就体现出了它的段落之间的关系 那么段落内部的距离就紧密 说明这个里面文字 这个文字和这个文字 它的关联是很紧密的 而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之间 就是这块到这块之间 相对来说就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和他之间是两段 他就不那么紧密 我知道这个段落内部相对比这个段落外部要紧密 那怎么告诉读者呢 就通过这种版式的方式 段落的方式告诉读者 这就是基本的方法 比如说F11 基本上还可以 基本上还可以 进入全屏模式 检查 然后读到这里 读到这里 其实为了把这个落款写的更清楚一点 其实还可以让他在右下角出现 是吧 右下角出现 怎么让他在右下角出现呢 那么这个 那么 那么其实比如说我要是让他这个落款啊 他这个放在一个DIV里面吧 可以吗 放在一个DIV里面 干上DIV 然后那个DIV怎么样呢 他是叫DIV 那么让这个 这个因为只有一个DIV 所以一下就选中他了 让他的position 是什么呢 是fixed 让他的 right 是 30像素 bottom 是 30像素 这样是不是应该就会出现在那个位置了 是不是呢 刷新一下 f11 他好像并没有出现在这个位置 是吧 这个DIV有没有出现 position是fixed的 为什么滑掉了 我每次都少打一s吗 position 这回对了吧 刷新 f5 在这个位置 是吧 当他f11回来的时候呢 也在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这个有点有点在一起了 是吧 有点在一起了 我说目前分辨率很小 很小 其实可以设定所有的东西都是百分比 就是就是没有不设像素的 所有都是像都是百分比 这样在屏幕里面就是一个很很好的百分比的构 构思跟布局 那么我们现在做点什么呢 我们看一个这个一个文档编辑的例子 哪个文档呢 这块有一文档 这什么文档 是一个使用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呢 总共有这么长一张纸 这一张纸里边有落干个东西 首先拿到这个说明书之后 我们先不看文字具体是什么 能不能对整个篇文档有一些感觉呢 这一篇文档里哪个东西最重要 这个东西最重要 为什么最重要 因为它很大 对吧 因为它很大 它这个字很大就说明它很重要 作者知道它很重要 那怎么告诉我呢 通过它的大小来告诉我 那么除了这个字最重要之外 我还能够看到什么呢 还能够看到哪些字次重要呢 第二重要呢 应该说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和这个字 他们应该是第二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字体大小比这个要小一些 而且他们都有相同的这个底纹 是吧 有相同的边框 他们应该是 他们应该是肩并肩的并列的关系 是吧 他们之间是并列的关系 那么他们之间的并列关系 我知道 或者说作者知道 那怎么告诉看这篇文档的人呢 就通过字体的大小啊 就通过字体的字体本身啊 都通过边框底纹啊 这就出来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这个里边 你看它就有什么 子子项目 是吧 就相当于子项目 是吧 这里面就有相应的这些子项目 这些子项目 跟这些子项目 是不是相当于是这里边的肩并肩的 有点像那个OL里的OL 或者UR里的UR这种感觉 是吧 我知道它是肩并肩 我知道它是并列的关系 我知道它是 它是这个无符号列表的关系 但是怎么告诉读者呢 其实就通过这种形式这种东西就告诉读者了 读者就会知道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是分别的 是是是是 它属于这一块的 它是属于这一块 是吧 它就它就分属于两个这个项目 这是这是第一块的 这是第二块的 这里面是归它 这里边是归它 有这么一个缩近 有这么一个并列关系 哎 就是就 它也能找到那种对应关系 是吧 对应关系 相同啊 不相同啊 这都能找到 这个其实也是 是吧 这个其实也是 找到相应的这个内容 这个呢 就左下角 左下角 它它这个如果再往下一点 左下角 这个位置 是吧 这个这就是落款 相当于几月几号啊 什么时间呀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具体的文字 这个具体的文字介绍 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所以呢 它可能不如这个东西直接重要 这个东西 其实就跟这个东西是相同的作用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总的概括的说明 哎 这包括 你看啊 这个 这一段 这一段 它和前面的距离 以及它和后面的距离 说明什么 是不是说明这种 这种 这种关联性啊 语意上的关联性 那我知道 它应该是跟前面关联紧 还是跟后面关联紧 我觉得它应该跟前面关联紧 于是它段落里边是不是就可以设定它这个段后距离是0.5行 比如说 哎 你看这个是不是叫稍微那么一点点 它就出来了 变化了 是不是拉开一点一点节奏的感觉了 它是不是也是啊 右键 段落 段后距离是0.5行 不用太多 就这么一点点就知道 这些 是 这一大块都是在这个标题底下的标题底下的 当然这整个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这个标题底下的 那么现在具体做一下这个东西吧 文档先把结构弄出来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篇大文档分成三大部分 一大部分是什么呢 是上面这一块 上面这一大块是heater 中间呢 是may主要的 下边这家块呢 是footer 于是呢 这个heater里边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he 就是整篇文档大标题 然后呢 有有一个p 是吧 有一个这个段落 把这个段落 写上 写好 这是heater 中间这部分有什么呢 有dic 它就是description 就是may 相当于描述 有一个hr 是吧 hr 底下有四项 url底的li 这有hr 三项url底的li 这有一个hr 那么联系电话 这是一个p 是吧 那么hr 然后再来一个p 然后这里缘是什么呢 footer 是这么一个过程 是吧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我来怎么写这个steal sheet呢 那我就得相应的把这些把这些东西写好了 写好了 首先就是最上面的这个he 是吧 he应该更大一些 he 是1 应该funt size 是多少呢 是三个em 三个em 然后呢 margin top 不用那么一个em 空的太多 它是多少呢 它是0.3个em 然后margin bottom 是多少呢 现在是一个em 我希望是 是0.8个em 那为什么也还要保持一定的呢 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怎么样强调它的重要性呢 就是把它的空间给留开 于是就强调所谓的重要性 是吧 这个其实也是 就是这些空间距离 这个编剧 其实都在说明这个文字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文字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在 header里边的这个 在header里边的这个 底下的这个p 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字体要小一点 比正文还要小 funt size是多少呢 是12个像素 小一点 先刷一遍效果 这个它没有居中 是吧 它没有居中 我希望它居中 而且是立书 那就是 把这块 text align 是center 居中了 而且呢 太 呃 font family 是立书 这样的意思 当然也可以 可以缩写 是吧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 写好了 然后再想怎么优化它 居中 没有居 怎么 为什么没有居呢 center n 不是 色特 center 然后刷新它 差不多 它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 这个编剧 还是有点问题 应该可以再往上一点点 要不然太大了 太大了 这个 这个可以再减点 这 这可以再加点 这个再可以再减点 我觉得把他们俩调换比较好 毕竟上面是留白 它文字还是 还是在这个 文字的世界里边的 是吧 文字世界 body外面给它加一个边框 body给它加一个 merging 它的merging是多少呢 是5%吧 看能效果 就是空 是可以有这样的 这个 吸收能量的感觉 就是说它是空白的地方 就是有可能有一些东西 嗯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它里面P还有什么特点 它里面P应该有一个 叫border top 是一个像素的 大石的 dotted 然后呢 是black 黑色的 这么一个 分割线 把这个 再明确一点 把它分割开 然后呢 它这个 padding 应该有一定东西 是吧 padding top 是多少呢 是一个em吧 然后让text 就是首行缩锁 text align 不对 text indent 是 两个em 帅 可以 可以 然后呢 就是这个 里面的这个hr 所有的hr 其实是都要有相应设定 是吧 所有hr 这个hr呢 怎么设定 它这个 如果说我只设定字的话 那 那 那应该是怎么弄 就是警号 呃 这个应该是 直接直接设定hr 是吧 说它的字体 text 什么字体呢 现在什么字体 现在应该是送体 是吧 现在 现在是送体 那么 为了区别呢 这保持一致吧 这保持一致 然后让想办法 让它的宽度啊 还有那个边框底纹设 设设一下 background 是什么颜色 是警号 嗯 红绿蓝 如果全是零的话 就是黑 是吧 那么不是全是零 333呢 它就是黑里 最黑 离最黑海里面 有点白 是吧 color 什么颜色 警号 来一个 呃 如果全是f 就纯白了 那我就全是f 呃 字体大小呢 现在这个字体 我觉得还是 还是 如果说更大 那他就是说 他重要性很突出 哎 就是 他是一个 这个 比如说是 这个 叫 诸侯 他是一个大夫 那么诸侯跟大夫 也差不多 那就有可能 大夫比诸侯也强 是吧 这就是 其实就这样的 比例关系 所有的大小啊 这个位置啊 都是在相对的事情中体现出来的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是他的大小 可能还需要稍微小一点 现在大小是几倍EM H2默认是1.5倍EM 我认为1.3倍EM 比较合适 那么就是funt size是1.3倍的EM 然后呢 刷新打 刷新打 这个长度太长了 如果把它改成死板 然后呢 是可以缩到这个位置了 但是他需要加一个死板标签 那如果我就固定他的宽度呢 固定他的宽度是5个EM 那是10个EM吧 10个EM 因为是汉字是宽的 是吧 汉字是宽的 10个 不是 还真是5个EM 5个EM 放进去就可以 5个EM又不行 是吧 7个EM 7又大 6.5个EM 宽度是吧 6个EM呢 完全在瞎使 好 就这样吧 给他加一定padding 现在有点那个 padding是 padding是一个EM m 然后border 是 那个叫什么 双线的 双线怎么说 double double 然后 两个像素 然后是 black 黑色 可以吗 可以倒是可以 但是颜色有点怪异 而且padding大了 padding不要一个EM 是两个像素 就可以 然后border border这个 他有没有这种东西叫double 检查元素 他的border是double 还真是有double 但是他这黑颜色的double线 他就显得很怪异 啊 reva 灰色 灰色double线 好 就这样 嗯 再加点他的宽度 隔一眼 好 那么 然后呢 就是 作为他来说 作为他来说 嗯 这四个我认为就就调调好了 调好了之后把这个东西 footer 把它fix到整个页面的还是这个什么的呢 如果如果如果是如果是固定的话 他都会随着飘 是吧 那么现在我就要absolute的吧 就是整个的footer footer 警号 footer 有什么特点呢 就把它搁到 absolute 然后是 没没少写的东西 对吧 这个是right 是 是30个像素 bottom 是 30个像素 左下角 就放在这 放在这呢 这个字呢 其实可以稍微大点 因为落魂好像又挺重要 1.1个 1.2个眼 这个大小就代表重要性 这里面就是来仔细琢磨 是吧 放在这 这个为什么放在这呢 那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这个问题呢 如果说我把它改成00会怎么样 00 保存 然后我找到他最终的那个点在哪 是吧 最终点在这 是吧 为什么会在这呢 因为因为因为他应该去找他 呃 外面没有定过位的 没有定过位的 整个来就是initial了 是吧 initial 如果说我把body 我把body来给他定个位 就是position是relative呢 position是relative 刷新 那他一定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是吧 出现在这个位置 但是 我其实还是想把它更更向下一些 更向下一些 我用有没有必要用绝对定位方法 那如果说我不用绝对定位方法呢 因为这一片反正也搁不下 他跟那跟刚才那还不太一样 那我这个就补 我就全都普通流了 是吧 全都普通流 没有绝对 也没有相对 也没有浮动 啥都没有 就这样一个 footer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求是text 呃 对text align是write 保存 刷新 啊 就在这个位置 但他应该和上面有一定距离 以以以表示 这个这个内容和上面的内容是有区别的 是吧 有区别的 在这呢 就是给他给footer一个margin top 应该是margin top 多少呢 是一个em 当然说为了区别的更大 可能是1.5个em 但是两个em和1.5个em 这个细微之处 其实就表示这个落款 是不是更有距离感 更有距离感 那么比如说我需要是这个三个em 就是比较比较大 比较大 比较大 而且呢 而且这两个本身 他们两个内部是比较紧缩的 那就是lan hit 那就是lan hit lan hit 是1.2个em 他们两个之间是比较是是一蹲的 这没刷出来 那就是说他里边的这个p的这个里边有这个 你得设定那个footer里的p了 对吧 你控制不到他了 1.1个em 并且margin是0 这样 这样他就是在这个位置 而且margin是0 margin又不能太小 是一个0.3个em 0.3个em 好 这个上面再稍微拉宽一点 那就是这个 是4.5个em 不断的再去调整 是吧 调整 然后呢 作为这一段来说 他应该和上边的距离更近一些 和下面的距离更远一些 但是近到多少 远到多少呢 这就得看 就得看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远近 我觉得他和下边他是可以的 但是他应该往上一点 那那那这个时候应该给他一个class 是吧 他给他一个什么class呢 叫forst hello hello cntrl c cntrl v 保存一下 然后呢 再刷新一下 哎 没有反应 因为我没有对他这个class进行定定义是吧 forst class forst 来来 d来来 应该是和上面的 编剧呢 更紧密一些 margin 是多少呢 是 0个em 非常非常的紧密 但没有任何效果 有没有设定好他的 0个em 作为这个ally margin 他是有0个em 但是呢 他上面的这个 这个margin button更大一些 那我就设定他是负的 负的 一个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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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的一个em 刷新这 他就这么上去了 是吧 这么上去了 可不行 margin top 是0 负的0.5 em 吧 基本上上去了一点点 如果再加一点点 0.8个em呢 哎 就是这块能够感觉到 那这就是last的 last的 那那那我还不如设定他的margin top呢 他把他margin top再设置的大一些 是吧 设置的大一些 设置的大一些 那么就是 他的 hr的margin top margin top 是多少呢 是 原来是一个em吧 现在应该变成1.1个em 1.1个em 但是呢 作为他来说 应该是又更大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好像 这个 这个他 他们四个是一组的 所以他们应该更紧密一些 然后他呢 是另外的 就是 所以他应该更更更更远一些 更远一些 而且那个字也有点小的过分了 这个字有点小的过分了 变成14个em吧 然后呢 或者说 我可以给他前面加一些 然后让 就是我不用再加别了 我让他往下 延一些 margin button margin 是多少呢 原来是一个em 现在呢 变成1.3个em 会不会因此而把这个间距拉开一点呢 没有 也就是说 间距还是主要由他决定的 他的间距到哪了呢 作为 作为他来说 他的间距还 还差一些 假如说是1.6个em 现在就是由他来决定了 是吧 现在就是由他来决定了 由他来决定了 再加一点点 不明显 一点点 是吧 1.7个em 一点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我觉得 呃 整体来说还可以了 这个 至少能够说出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是 他们之间是并列重要的 然后他应该其实有个缩进 是吧 他们他因为这块都有缩进吗 也就是说 H2里 这个 在 在这个叫做 DESA description里的P元素 应该有一个tax indent indent 首行缩进是两个em 我感觉是 可能会效果好一点 缩进一点 是吧 还有一个 有 有点吧 也认 希望他们有个点 那就是 呃 List item 然后干什么呢 still吧 still 是个远点 是个 是个 Disk 并没有反应 是吧 那 那就得查了 那个是List 是吧 List 是在 在这个里边 这个里边 有这个List still type Disk Disk 并没有反应 那我就具体去看吧 List List still type List disk 显然他是不让用这个东西 不让用这个东西 那他可能只能应用到list item 那么我就说他的那个display是list item 行吗 display是list item 那这回可以 这样可以 然后呢要让他还得说进回 那就是inside outside那个东西是吧 把这个超过完就是inside inside然后再加margin life之类的东西是吧 margin life之类的东西 好过来了过来就直接对了 然后呢这个http怎么把这个p改成li了 可能刚才改过一些什么东西 把这个东西改一下 好整体上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效果 整体效果 那么这是 这是落款 这是里面具体的文字 这是里面具体的文字 他之间 他们里面他最重要 他和他和他和他是 并列的关系 那么这些并列关系里面 还有相应的并列关系 他和他这个是一堆的 是吧 怎么体现出来 通过这个间距来体现 这个是一堆的 怎么体现出 那么这个他就没有体现出他一堆的感觉 那怎么样体现出他一堆的感觉呢 就是刚才这个 first里面 margin top 往上连了连 是吧 他是不是也应该连一连 试一试 也应该他们是一堆的 就是紧接着有问有答 哎 什么事什么答案 有问有答 整体来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这一次呢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